專家抓零丸現場操作抓零丸時要注意的地方 似乎威天也在基督之下來處理 旁邊也有當時就專家補香的裝備 以前這些藥物都是消風零丸要減肥 但現在對三月23號開始 中高油農苑九為何秋雄來處理 虎豐抓蛇的業務還是有它的專業性 所以委託專業的民間能量來從事 我覺得其實是第一個可以說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個減少人員的耗損 因為萬一這個消防員被封遮或被蛇咬 坦白講一方面也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市長表示補香涼爪應該要回歸到農情專業 也能夠感受到消風零丸 因為沒有設施去訪定還是訪家的風險 台南市也是在陳北市之後第二的 將這件事交往農苑九的地下室 各全國收藏全天後的補香涼爪的服務 有其他的都市有建立這個捕風抓蛇的能量 但是他們下班就下班了 到這個晚上下班後的時間還是由這個消防局來主責 所以台南市應該是六都第一個 24小時服務不斷電的捕風抓蛇的能量 經過台南市的消防局來統計 台南市每年補香的勤務 大約有三千四百多驚 台南市更有四千五百驚 未來的民眾如果是有輸球 可以靠給農苑九竊掐索包裝的電話 或是透過1999到19 騎著全部農苑九多包的手上 另外在台南市補香的9點有3處 台南市設定的9點也有7的地方 都有全人服務 讓民眾安心 今天是問大家問小明星 安平映蔡博度 無視於2011年